回忆起顶上战争中大酒董巴斯科乔的初次登场的时候 他的一句《我可以杀了他们吗?》给人一种很深藏不露的感觉 当黑胡子带着他去讨伐女帝的时候 他的一句《想要和女帝》深入交流也让人觉得他不是泛泛之辈 紧接着等到卡普闯入风潮岛击败大量海贼的时候 他一脸阴沉貌似完全不具对方海军英雄的称号 当黑胡子想要拿科比和世界政府交易换取国王职位的时候 他则在亲自都站着的情况下坐在老黑的旁边像是黑团的二把手一样 之后外加上人邀王一万科夫当初介绍推进城第六层囚犯之时 他还特意强调了一句说他们基本上都是传说级别的人物 外加上进几年剧场版的最终BOSS一支都从推进城六层进货 比如说今诗子史基佑或者是道格拉斯巴雷特等等 突然就导致观众无认为六层的囚犯们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大伙都觉得他们的实力即使没有达到四皇级别的话 那么他们也是绝对不会低于三灾级别的 然而近期我们才发现黑团的成员们也没有观众所想象的那么强大 他们登场之后已经被秒杀了好多回来 就如同一万科夫说过的那句任何船上都会出现污点一样 最近成第六层的犯人当中其实也有混子 古尔今天就来过度解读胡扯一番 说一说黑胡子海贼团当中最大的混子 为什么是这个吃下了99果实的大酒桶巴斯克乔克 首先先从顶上战争中黑胡子初次带着他们一伙人亮相知识说起 当时黑胡子本人因为夺取到了阵阵果实 故而在战国面前大放厥词 最终战国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给黑团成员使用了一招冲击波 主图所知是战国最开始释放冲击波的时候 当时黑胡子海贼团的成员们基本上都是人仰马翻口徒鲜血 而后身高573厘米的巴斯克乔德德斯角离地一图栽在了地上 紧接着第二个镜头当中大家基本上都站稳了脚 唯独大酒桶巴斯克乔德依旧还躺在地上不为所动 之后漫画中就再也没有大酒桶巴斯克乔德的画面了 最终等到红发香克斯来到顶上战争后他才终于怒了一面 由此可见巴斯克乔德当时很有可能是睡着了 来到顶上战争的他安安稳稳睡了一觉后就跟着自己船长离开了 紧接着巴斯克乔德第二次登场是在黑胡子讨伐女帝的剧情当中 当时黑胡子带着他和卡特林点美与女帝进行了一番简单打斗 然而这次巴斯克乔德还是被对方直接给秒杀了 不过考虑到女帝的甜甜果实能力过于变态 其实是打败了三灾的山智依旧也会被女帝实化的缘故 故而从这次的被秒杀我们并不能够判断出他到底是不是混子 真正能够判断他到底是不是混子的场面出现在漫画1081话 当时在酒馆喝酒的前海军大将亲自遇到黑团成员后 他随手释放的冰冻果实能力最终秒杀了黑团好几位成员 这几人分别是巨大战舰圣胡安厄郎 大酒总巴斯克乔德独Q以及他的爱马壮壮 与他们一起的黑胡子范奥卡以及卡特林迭美则是安然无恙的状态 紧急了等到亲自第二次出手的时候 大酒总巴斯克乔德再一次被亲自给秒杀了 能够在仅有余化的漫画 且只有几个镜头的情况下做到被连续秒杀两次 这种待遇估计也是前无误人后无来者 被冻住结不了风并不可怕 关键是大酒总巴斯克乔德依旧是人仰马甘的场面 甚至他连自己手中的酒不露都落不稳 要知道当初落后于版本的多夫浪 明哥都可以解开亲自的冰封 现如今亲自给了大酒董巴斯克乔德两次机会 但他不论是大冰封还是小冰封都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由此可见巴斯克乔德联络后与版本的多夫浪明哥都比不过 另外也可从他的历史往事判断出一些端倪 一般情况下海贼都是先闯出名号 然后才会被通缉被悬赏从而被抓起来关进深海大监狱 虽然黑胡子海贼团的成员们还没有正式进行详细介绍 但是大家基本上都是先闯出名号后才被关进深海大监狱的 比如黑胡子海贼团7号船船长人称巨大战舰的圣胡埃尔郎 他的过往经历是某某年在巨人族村庄复生 某某年成为了海贼 某某年获得了巨大战舰的称号 某某年被抓住并被关进了深海大监狱 另外再比如黑团4号船船长恶阵王的阿瓦罗皮萨罗 他的过往经历也写着某某年他因为在某个王国实行暴虐之时 最终被关进了深海大监狱 除此之外6号船船长的卡特林迭美也不例外 他的过往历史也写着某某年他获得了月牙猎人的称号 让人闻风丧胆的同时最终在某某年被关进了推进城 但是到了大九栋巴斯克桥的这里就完全变了 他的过往经历最开始就是直接被关进了深海大监狱 关于他在大海上某某年闯出了什么名堂完全没有介绍 被黑胡子救出来后立马翻身并成为了黑胡子海贼团的干部 由此可见这个大九栋巴斯克桥的把酒不离时绝对是个混子 或许当初黑胡子要求六层的犯人们互相残杀之时 巴斯克桥的很有可能因为喝醉酒的关系睡着了 其他人看到他躺在地上后大概率以为他已经死了 故而大伙黄尘PK的时候并没有距离会躺在地上的他 紧接着等到他睡醒后大家基本上都互相残杀完毕了 最终他本人就这样迷迷糊糊跟着黑胡子从牢房当中逃了出来 之后为了不让大活物认为自己是个混子 大九栋巴斯克桥的时不时的会放出一些狠话 最终就形成了说最狠的话 最多的打等齐发场面 好了本期的胡子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我们下期再见